哈囉 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為什麼要臨時 要去抓青蛙你知道嗎 就是你有沒有看這一台 我這一台復古的麻糬 它關掉之後 電都完全斷掉 它那個煞車燈還亮著 為什麼這樣你知道嗎 依外專業判斷應該是你的煞車開關 來 我們就直接看了 你怎麼在這裡啊 來 不要把攝影師擋住 它那個煞車開關位置在這邊 來 鏡頭給我 那個麻糬齁 我剛剛它這個設計成功的所在是什麼 它這不知道我這裡就沒到 它煞車開關直接在這邊 它就可以拔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測試一下 先把這個拔掉 看後面那個燈會不會滅掉喔 1 2 我先叫我助理 助理去後面拍那個燈我直接把它拔掉 現在有在錄喔 手不要擋到 來喔 要拔掉了喔 來 1 2 3 滅掉 有沒有 有沒有滅掉 滅掉了 那這樣就代表 那個開關真的壞了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開關拆下來 來 過來 拿鏡頭給我 先不要擋啦 你今天怎麼那麼愛搶鏡頭喔 這個我也沒有拆過 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裡 這螺絲應該是把它 拿開然後它裡面有一個 龜頭在那邊壓了壓去 在控制這個開關 來 我們把它拆下來 我剛有把螺絲轉鬆了 就是轉鬆之後拿下來 14號的 轉開 拿起來啦 就是這個燒 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有沒有那個 斷掉 來 攝影師幫我看 我們這樣 有人搭用很方便 好 高度就維持這樣 來 我們先開那個歐姆檔 歐姆檔 歐姆檔 它指針有動就是 代表它沒有壞了啦 你鏡頭還要夾好了 來 就這樣子嘛 來 我們先測試導通 是不是會動對不對 來 1 2 3 進廣告 你看喔 它這個煞車它是維持那個長開的 你現在它動大的時候 它就是 沒大的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你正常時候 那個 那個什麼 沒有啦 這 這已經是煞車壓下去 因為它壓下去的時候 那個踏板是這樣子 它就開開嘛 然後你現在平常 那個踏板回回來的時候 正常的就是這樣 應該是壓下去斷掉啦 壓下去 壓下去的時候沒有電 然後那個煞車又打下去 就又開開了 你現在煞車踏板 它又縮回來 它煞車踏板是這樣子嘛 這樣子 你踏下去的時候 它這裡就會開開 有嗎 所以這個開關沒有壞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樣子我發現到一個問題 它這個 也有人在做煩惱 很糟糕的 它前面有一個這個墊子 它被爛掉了 然後這個墊子就是在這邊壓 在這個 關頭這邊壓 它在那邊有排 所以你那個 煞車的時候 你完全放開的時候 它正常的時候 你回回來的時候 它要壓住 然後你踩下去的時候 它要分開才對 它變成那個動向下的 它正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裡 來看一下 你看這裡 我把它踏下去 這裡 就像一個洞 它這個洞 正常 它就是要放那個墊片的 上面看的話 就是這邊 你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怎麼弄呢 我們用這個東西 那個136門板扣 我們把上面這個修掉 直接把那個洞幹進去 讓它跟這裡 有 辦法這樣子 你如果說 煞車的踏板 它就會掉掉 掉掉它 它就關閉 用的就開開 那這個行程它可以調 好來 開始 來 這個 我們用136門板扣這邊把它修掉 就一個平面 我看這個 寬度這個龜頭幹進去剛剛好 因為它這裡為什麼要修掉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洞 它從這裡如果幹進去 我怕 欸 這樣好像也可以 沒有修也可以 但是我是覺得 把它修完 感覺應該是比較好啦 因為這樣 我今天在擋 它有稍微角度的誤差 所以 我們用那個 美工刀 這個再切好像很硬喔 用斜口錢好了 來 用6塊把它修好 1 2 3 啪啪 好啦 啊 啊 白東雪成功啊 它這個就是跟那個軟墊一樣 你就是這樣子 幹 這樣子幹就會殺豬 然後再調這個行程就好了 好 開始上車了 來 這個用好之後 我們把它試看看 這個白東雪沒有用過也不知道 我目測是應該會下 啊 太小了 用其他的東西好了 來 這個東西剛剛是不是太小對不對 幹下去太鬆 太鬆 太鬆後不然有 去找到這支 這支 就是我們那種車的閉光墊 前面再固定那個插銷 這個我剛好會留起來 我剛剛試幹的話 這個是剛剛好 我們把這個結短一點 放進去它剛好這個螺紋會固定住 不太用喔 來 試看看喔 也是用斜口錢 因為剛剛那個 那個 那種 那種 美工刀切不到 喔 漂亮 啊 斷了怎麼辦 沒關係 再換老公就好了 對啊 這樣現在要上車了喔 來 用好之後把它幹進去囉 這不知道很難倒 來 一二三 幹 進去 喔 很難幹耶 欸 用壓的 把它對準 齁 這四角真的太難撞了 來 百中學也要撞起來 欸 剛剛有四幹過 為什麼幹不進去呢 八中學的聲音師一滴發出 現在整個頭都倒掉 怎麼要撞起來呢 好 弄好之後 用力壓 把它 怎樣 幹 進 去 拉 拉不下去 應該是 剛剛好 這個進去的話一定很緊 它這個沒事齁 這裡我覺得 它做這樣就雞肉 你就把它直接封死就好了 它做這個真的有夠雞肉的 真正不知道在雞肉什麼燒啊 喔 你媽的咧 這個龜頭太粗了 這個要修一下 喔 這怎麼這麼困難啊 來 這個我們把它修掉 對於修給一個盾進去 要不然這個太難用了 這個也不能太鬆啦 它修的時候手要很小心 尤其白龍學鏡頭在前面 等一下白龍學 是DIY版主 我一定要很認真耶 啊因為那麼晚了 材料行也不知道在哪裡 啊因為 車子如果沒有那個 洞釘的話 洞釘都殺出這樣在開 前方的車子也不知道 你哪個時候有在下車 蠻危險的 所以白龍學一定 要連夜趕工把它修理就好 這個龜頭再把它修圓一點 喔那麼晚了 戰鬥機還在飛了 來安裝之前 我同學看一下特寫 這個地方 就是要把它修一個凹槽 讓它幹進去會卡住 好啦 開始安裝這個小龜頭 應該會變得好感啦 這個東西要把它換成這個材質 真的非常難耶 啊進去啦 幹進去啦 幹一半入而已 沒關係啦 我們再把它夾進去 進去了啦 好啦 好啦 這裡是不是這樣行程剛剛好 可以開始裝開關了 你可以把它撥看看 都不會掉了 開關在這邊 這個行程先把它調整好好了 因為它這個 龜頭幹進去 這裡要這樣點點點的 才對 好來 開始轉 你看 那個頭要先讓它伸出來 哇 你媽的這個怎麼那麼緊啊 你看這裡是不是 有那個點出來對不對 調整這樣 然後它壓進去放回去 會剛剛好到底 這樣行程就好了 我覺得MARCH設計這樣 還蠻好拆的啦 喔漂亮 好 把它鎖緊這一顆 十四號的 最後做個Check 喔漂亮 這個 你看這個行程剛剛好 這個就可以用一百年啦 然後把 線 來 我調整一下 換這 來 把線 插上去 正常這樣煞車燈就要滅掉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腳快斷啦 你看 是不是滅掉了 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 踩煞車下去 這要亮喔 我腳腳把它固定在這邊 白同學要踩煞車喔 亮 不亮 亮 好了 終於裝好了 來你們看一下特寫 對 我覺得MARCH 它這個地方啊 做來蠻成功的 手直接伸進去就可以拆得到這個東西 比我想像中的簡單啦 來看一下腳架 你看它這邊的行程我壓下去就剛剛好 有不 對不對 讚喔 那個龜頭是不是 沒有管頭是不是就這樣子 伸縮了對不對 好 好像讚唷 好 同學 那白同學今天為你們所示範的這個 MARCH的煞車開關 用最低的成本 六塊把它修好這個方式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節目最後趕快來抓一下 因為煞車這種東西齁 別再說 那種開關 每一種車種 大概 動作都差不多 也是一個開關 一個水機 前面有一個東西在那邊Touch而已 前面那一個 軟墊 它大部分都會破掉 你如果破掉的時候 大概用這種替代的方式下去換就好了 除非說是那個煞車開關 壞掉 有的事也是可以分解 我136的那個機械式有分解維修 想了解的同學可以去看以前那個影片去爬一下 大概就這樣子 節目最後 記得要弄 訂閱百動學 第二教室 拜拜